来跟进谱种朱运兴华小见校风波 教育部前副部长兼行动党古莱区国会议员张念群 今天反驳交通部长纳都斯里未嘉祥 前天指控这座华小的校址闹双包的情况 因为大原则是哪个地点迫切需要就应该增建华小 因此他再三促请教育部出面解释 朱运兴华小工程喊停的原因 我觉得那种人的课题不存在 因为我们强调的一点是 什么地方有迫切需求他就应该建 这难道不是现金教育部的立场吗 如果说是的话 那么我们否不否认 金兰镇五区他有迫切需求 有的话就请在那边介绍 其他的地方我们当然也承认 学州还有很多地方有这个需求 当中如果按照我们早前的分析的话 Bukit交流是需要划小的 增见划小的 我们在Katakomining其实也需要增见划小 我们还有在还有另外一个地区 我现在现在想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说其他的地区 有需要去建的 那么我们就移得去给他们新的准赠 或者去找帮助一些微型学校 做班前的工作 张念群中午出席行动党四眼末区 国会议员杨巧双的新书推介仪式后坦诚 尽管新建划小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人不满 不过教育部不会因为反对声音而忽视特定华人社区迫切需要新的划小 因此教育部有必要解释对朱运新划小建校工程停工的缘由 针对明年裁案当中 政府派发平板电脑给B40低收入家庭的大专生 张念群认为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因为他们更加迫切需要笔记型电脑提高学习效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